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硬科幻电影《火星救援》 故事发生在火星的阿西达利亚平原 几位宇航员正在进行第十八太阳日的工作 这时在检测平台上,有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向他们袭来 队长梅丽莎决定代理队员立刻撤离 但风暴却飞速向众人袭来 周围瞬间漆黑一片,只剩风沙 黑暗中听见马克一声大叫,就淹没在了风沙里 原来马克被天线碎片击中了 众人打算去营救,却发现风暴越来越大 眼看着升空气就要被风吹歪了 稍有迟疑,所有人或将死于火星 而且系统显示马克的宇航服已经破裂 若失去宇航服,在火星上活不过一分钟 种种征兆都表明马克已经牺牲 最终大家登上了升空气,离开了火星 大家召开了发布会,告知识人马克遇难的消息 但事实上,马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血液和天线一同堵住了被击穿的宇航服 让马克捡回一条命 他艰难地回到研究站,处理好伤口 迎接他的,是火星恶劣的生存环境 而他将独自一人面对 在荒芜的火星上,知识就显得非常有价值 学识渊博的马克统计了研究站的所有食物 发现可以维持他400多天的生活 但这还不够,马克若想要活着回去 就必须坚持到四年后再一次的火星任务 于是马克决定在火星种土豆 聪明的马克解决了土壤和肥料的问题 在研究站种下了一大片的土豆 为了解决灌溉的问题 马克利用火箭燃料联安和催化剂分解出氢气 再将氢气点燃 氢气在氧气中燃烧会产生水 虽然在第一次试验就把自己炸飞 但第二次试验便成功地解决了水的问题 几天后,土豆苗发芽了 另一边,地球上的人们正在举行马克的葬礼 但这时,指挥中金人们发现了马克的轨迹 世界人民和媒体都非常震惊 而火星上的马克正在思考着如何到达下一次火星任务的地点 下一次的任务地点距离现在的研究所需要开50天的火星车 但是火星车的电量不足以支撑车和加热器的同时运行 这时,马克想到了被风沙埋没的温差发电机 挖出来之后,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更让马克高兴的是,他的土豆可以收获了 而他必须尽快和大家取得联系 于是,他来到上次他失联的地点 找到了埋在风沙里的探路者号 带回研究所修好 而地球上的行动负责人看到了马克的轨迹 立刻明白了马克的用意 通过修好的探路者号和马克取得了联系 随后,负责人将马克还活着的消息 告诉了赫尔默斯号上的组员们 大家都非常震惊 乐观的马克在火星上自给自足 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压力舱因为漏气而爆炸 土豆因暴露在火星上迅速死掉 居住舱也损坏了 负责人因急于向他补给 发射了没有进行测试和检查的补给火箭 火箭刚升空便爆炸了 马克面临绝境 此时,中国表示可以为了帮助马克 而取消太阳神计划 用太阳神的助推器为马克送去补给 而一个年轻的天体动力学家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 他打算让正在着其余组员返航的赫尔默斯号 在靠近地球时 利用太阳神的助推器与赫尔默斯号对接 赫尔默斯号再继续加速前往火星进行救援 虽然赫尔默斯号会因为速度太快无法进入火星轨道 但是马克可以利用战神四号的升空器来与赫尔默斯号对接 局长认为这个方法过于危险 但是指挥官偷偷地告诉了在赫尔默斯号上的组员 组员们不顾阻挠 切断了对赫尔默斯号的控制 前去营救马克 马克为了抵达对接点 对战神四号进行了减重 火星空气吸薄 可以让马克坐着敞篷的火箭升空 但因为还是速度不够 没有到达预期的高度 这时队长梅丽莎使用了推进器 来维持和马克的同一高度 谁知推进器又让速度过快 无法拉住马克 于是梅丽莎让队友炸开了气密舱 终于把速度降下来了 马克也在这个时候 利用宇航服泄露的气体 飞向了赫尔默斯号 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火星救援 最后在火星上 生活了五百多个太阳日的马克 终于可以回到地球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